市民外交易 市民外交易 法院館老人人口高達15.8% 市全國第二館的館市 法院館長參選民中禮選 為了要照顧館來的老人 特別提出老人福利六千的價位 包括三項加倍無中和三項大心的福利 希望六十老人照顧正確 讓法院館的老人可以過後幸福更快樂 所以今天拿出一個叫做 老人福利六千價位 因為本院官我們現在已經是高齡化的官司 我們的市長中壁已經提高到15.8% 那就是100個當中有將近賣16個 我們的市長中壁 尤其李倫鄉、水南鄉 都是我們全官最多的 所以今天我選擇在李倫鄉 來做這個力氣計劃的選擇 我相信李倫鄉 目前也有老人家參與人所最多 將近要有2,000個 當年市長所提出的力氣計劃當中 三個加倍是 經老加倍、保障加倍、健康加倍 經老加倍是中用經老金加倍發行 每人每年2,000元 比現在多1,000元 雖然沒多,但是是對中倍友好加倍的心意 保障加倍就是老人無費由政府替中倍來出 健康加倍就是老人健康促進經費加倍變力 讓中間可以參與更多的活動促進健康 做一個地方政府啊 一定要有這個人 讓我們的公會時段的在這裡 在地可以安慮 在這裡 在地可以非常安心啊 我們也要搭操 搭操了 中倍時段非常安心 出國打拼的主題 非常放心的觀念觀 另外六星價位 三個大心是 交通大心 醫療大心和安全大心 包括建立免費的境路公車 讓時段在處理就能坐公車去想起的地方 另外要建立社區醫療行動便宜 透過巡迴跨境 讓中間可以接近在地醫療照顧 要有時期的安全行動智慧手環 讓獨家的中間可以隨時在地協助 生活更加安心 現在已經是科技的時代了 科技的時代 我如果把我們四季的阿伯 或是阿嬤 或是獨家的阿伯 我如果給你看 一個叫做智慧手環 智慧手環看過嗎 我知道嗎 這個叫做智慧手環 這個智慧手環的上面有GPS定位 這項老人福利政策發表記者會 包括國雄町市長參選年 老人會會會長以及幹部超過300人參加 出席貴賓全力支持 張磊先生所提出的老人福利政策 並且均勤張張磊先生終於以來 對老人以及獲勢民眾的照顧 希望將來6,000價位可以60照顧 老人福利 我今天代表政策主席 反映今天來到 入園來到 入園來到入園老人會 可以說 管党參選人 張磊散 來這裡開一個 記者會 這個可以說 我入園來到入園老人會 我支持他啦 後來他要去實現 關於這個老人啦 需要有看啦 醫療方便啦 高通方便啦 高通安全啦 他可以做管党後來 實現啦 管党參選人 大心啦 大心啦 很大心啦 很大心的啦 很大心的 老人問題是台灣社會必須愛共同面臨的問題 提早要提出價位 可以讓老人一次過了安心 今天事事也可以安心工作 創作一個真正幸福的社區 老人後面 六七家圍 讚